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要给鼻子取样做肺结核检查 肺结核病是让南非人民很头疼的顽疾 可以在人与大象间传播 因为大象是高度群居的动物 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就可以迅速毁灭整个象群 工作人员要检测这里的象群数量 并追踪他们的一举一动 象群会跟着领头的母象 我们就需要它 仔细看 能看到一头象 但它是公象 我们要找的是母象 领头母象统治着象群 其他象都跟着它走 所以这只象说明我们接近了 但也有坏消息 当大象成熟 搞完激素会突增百分之六千 进而变得相当凶暴 所以我们现在要回去 把确切位置通知直升机 这样一生就能从空中把母象麻醉了 五年前 这附近的一位管理员被大象踩踏至死 我可不想让大象注意到我 这家伙走了 我们可以继续了 现在我要和其他兽医组成员会合 马上再回来 这位是大夫库珀博士 他是捕捉野生动物的专家 大夫请问打算怎样捕捉母象 我们要飞过去麻醉它 如果一切顺利 它八分钟内就会倒下 确保安全后 我们会通知地面人员过来帮忙 很好 希望母象被麻醉倒地后 其他的象会被直升机赶走 不过我们面对的危险是 象群会回来 这些庞然大物很可能会在 取样过程中的任何时候回来 如果真经记在大象体内太久 就会杀死它 所以我们动作一定要快 大夫会在空中用麻醉枪射击 我们在地上跟上 母象一倒下 我们就马上过去取样 实际稍纵即逝 如果象群跑进没有路的区域 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大夫和飞行员合作 麻醉过许多大型动物 但这工作很危险 一个月前 一位有经验的飞行员 就在一次类似的行动中坠击了 我们发现下面有象群在移动 你们快过来吧 收到 我们这就过去 我们已经看到了象群 直升机已经锁定了象群和母象首领 我们走向了峡谷 颠簸的地面对我们和大象都危险 我们要行动了 这里非常颠簸 相当的危险 可以看见直升机就在那 象群就在直升机下面 我们要尽可能再快些 五分钟内到达 直升机此刻正试图圈住象群 并把母象和整个象群隔开 这些大象对母象首领极其忠诚 所以它最适合取样本和安装无线电象圈 但整个过程都会相当危险 大象每年会杀死五百人 快投这样大的象群受惊了 能轻易地将地面人员置于死地 戴富库珀是世界上最好的野外兽医 但要从直升机上 打中一头被象群和树木围绕的兽金大象 定非一世 给大象打真金记 看起来会造成创伤 但我们的工作可以拯救象群的其他成员 领头母象倒下了 但小象不愿意离开它 在真金记杀死母象前 我们只有三十分钟 所以现在要过去 希望直升机可以下走小象 我们现在要赶过去 和着陆的直升机一起确保大象已经麻醉 而且周围没有别的大象 就在那边 那边有一头大象 而小象就在它妈妈的旁边 希望能把小象吓走 伯伦特小心点 现在我要去和大夫库珀一起对付狂怒的小象 如果不能把他吓走 可能也会麻醉他 这里有一头小象还在 希望我们过去时他愿意离开 如果没有 大夫也准备了另一支真金记 可以同时把小象麻醉 直升机在上方盘旋 以确保象群不会回来 但这些动物跑得很快 显然它们可以很快回来 此时一切都不确定 小象很害怕 不愿离开妈妈 我们即将面对 重大一吨的受惊动物 快看快看 过来 那边有一只小象 母象已经倒下了 我们要把它吓走 如果他要走 你要小心大夫 情况非常棘手 那是只小象 但大概有这么大 如果他冲过来撞你 简直就像机车一样 终于有些进展了 大夫过去确保母象没事 小象回来了 快跑 快 快跑 快跑 但我们靠近他妈妈 但N99麻醉剂 要力很强 如果在体内太久 就会杀死母象 我们没时间等小象离开了 大夫开枪吧 现在小象也被麻醉枪打中了 看 希望药剂很快发挥作用 直升机赶走了其他的大象 但他们不会离开太久 大象呼吸顺畅 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要确保动物平安无事 小象在哪儿 就在后面 小象在离这儿45米的地方 被麻醉倒了 有两个管理员看护着他 在我取样的时候 收衣会给他带上 无线电相圈 首先 我要抽取15毫升血液 对于这头庞然大物来说 这不会伤到他 这些将送去进行DNA分析和排序 接下来 我要从他的鼻子里取一些粘液 先往鼻子里喷些水 这是为了让里面的东西 都沾到无菌棉签上 肺结核是可以感染动物和人类的病症 大象肺结核其实是在动物间传播的 有可能会传染人类 80年代的非法狩猎 已经使非洲象的数量锐减了一半 幸亏有保护运动 南飞象的数量才得以恢复 但疾病可以摧毁整个象群 肺结核已经成为一大威胁 只要好好擦一擦 看 你能看到生理盐水都积在下面了 剩下的生理盐水 鼻子会自己吸收 鼻子里本身也有很大的湿气 就跟人的鼻子一样 来感受一下他鼻子里喷出来的气 热乎乎的 看啊 瞧这个大大的鼻子 你听见了吗 无线电象圈一定要小心装上 才不会伤到大象 像领头母象这么大个头 很难装 虽说这只是小象牙 却是直接连着它的颅骨 非常坚硬 这是用来防御的 可以击退其他大象或是狮子 甚至可以掀翻我们坐的车相当坚硬 但这也就是大象 瀕临灭绝的原因 全世界都追求象牙 麻醉剂剂的作用非常好 你看一下 它的眼睛 可以看到眼瞼反射 这说明它足够清醒 可以控制自己的中枢神经系统 看这 这些药会让动物失忆 就是说如果被注入这种药 基本上什么都不会记得 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不希望动物记得这一切 还有其他几点要注意的 我很难抬起这条腿 它简直太大了 看着底部就像是树干一样 非常坚硬 它的后脚掌更为椭圆 这是因为 后腿不用支撑那么多的力量 只有后面这一部分 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头 明显会更重一些 看看这耳朵的大小 这就是非洲象最著名的特征 大大的耳朵 它们的耳朵上布满了血管 大量血液流进耳朵 它们就会像这样煽动 便可以在炎热的日子里降温了 非常有用 这头母象是首领 其中一个铁症就是它短粗的尾巴 一般的都是长的 上面有一座毛 它们叫后皮动物 当然是因为有着坚固的皮肤 基本上就是装甲 往这儿看 这些跟你舌头上的物质 几乎一样 这些小东西就像竖起的手指 它是个非常坚韧的野兽 这就是它的乳腺 小象可以跑到它下面去喝奶 麻醉枪是从这里射入的 它们给它注入了广浦抗菌素 来确保麻醉伤口不会二次感染 这些动物很容易恢复 它们在穿过刺槐灌木丛时 经常会造成这么大的伤口 小组成员给母象装了个摇测装置 这样如果能监测到领头母象的位置 也就能知道其他象群的位置了 这在野生动物管理方面很有用 兽医小组已经把象群装好了 研究者可以利用它追踪整个象群的行踪 这绝对是一生难得的经历 现在要给他注射解药 他就能离开了 这些家伙一开始会昏沉沉的 不过不会有事 象群仍在近处 大象每十秒可以前进九十米 我们现在必须撤了 这是那头被麻醉的小象 我有解药 因为距离太远 在他们给大象注射解药时 我来处理小象 他们会同时醒过来 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动物了 虽说它只是只小象 但它的腿足有一米半长 还有这个 嘿小家伙 慢一点 抽血 好了 回到车上去 好了走吧 解药会把身体里的麻醉剂冲散 这些动物很快就会醒过来 伙计快起来 赶紧离开这 沙鱼围攻夹击 氧气严重不足 它将经历怎样的生死考验 荒野追踪 娃哈哈爽歪歪自然密码 正在播出 桑比克海滩共长2400公里 却没有海岸警卫队 非法捕鱼已经使当地鲨鱼数量骤减 大多是为了制作美味的鱼池汤 公牛鲨受到的打击最大 已经从顶级掠食动物沦为猎物 一艘小型的鱼船每年可以杀死1000条鲨鱼 而有时在晚上这片海上会有几十艘船 自然保护者创建了一个全球DNA数据库 这样专家就能知道 用于制作鱼池汤的鱼鳍来自哪里 希望可以追踪并防止非法运输 它们需要尽可能多地方的样本 这里距莫桑比克海岸有8公里 我们要和鲨鱼一起潜水 我们要下潜大概30米 用一个修改过的毛来采样 给鲨鱼做组织新活检 这不会对鲨鱼造成外伤 我们只会取很小一块肉 我收集到的任何一点DNA都会纳入全球数据库 帮助有关当局保护像这里一样的 高危地区 公牛鲨比别的鲨鱼更容易攻击人 在这样混浊的海里 我发现它们钱 它们就会找到我 我看到一条公牛鲨 但要在3.6米内我才能取药 它能在一瞬间就冲过来 不止它一条 在这片水域 看不到的鲨鱼还有几十条 而且距离很近 想要从这个深度安全地回到水面 我只有不到一 我在莫桑比克海岸处36米深的海里 被公牛鲨包围着 我的氧气就快没了 但必须为全球数据库收集DNA样本 这会帮助保护鲨鱼不被过度捕鲨 我要用采样工具 从鲨鱼的翼边取一些皮肤 现在是最困难的一步 我要慢慢上升才不会得浅寒病 但我的氧气不够了 我看到几条公牛鲨 给一条取了样本 组织样本应该还在标枪里 问题是我们的潜水深度是36米 这可不是跟鲨鱼相处的好地方 我要回到岸上 尽快把样本血藏 这是非常小的一块鲨鱼组织 鲨鱼的恢复和治愈能力都很强 所以它不会有事的 DNA样本会帮助当局 保护这里剩下的公牛鲨 我们暂时把样本血藏 回到岸上再把它放在百分之百的蚁唇里 送回陆地上进行分析 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鲨鱼面临灭绝 必须尽可能挽救它们 公牛傻 接下来要去非洲海岸之旅最后一个目的地 坦桑尼亚 我要降落在天堂一样的奔巴岛 就在坦桑尼亚的海岸上 这里是非洲最大蝙蝠 分巴虎虎唯一的栖息地 因为这里实在太偏远 很少有关于这里动物的研究 科学上这是未知的领域 我此行的目标是捕捉一只虎虎 检查它是否有白鼻综合症 这种病症在北美杀死了大量蝙蝠 去往蝙蝠栖息地的路上 我也会注意爬行动物 我在这种树林里寻找时 总会注意看它有没有蛇的尾巴或者脑袋 特征很明显 要么很圆要么很尖 不过一般情况下都是蛇会先看到你 只能希望你距离够近 可以抓住它 哦 看这个 看 这大概是你见过最大的天族虫了 在南非 足路人管它们叫山嘎喽喽 它们会分泌一种酸性物质 所以多数动物不能吃它 瞧瞧它 荷兰语叫它德桑普特 意思就是一千只脚 理由很明显 岛屿动物的演化与大陆上的很不一样 所以我很有可能发现未有记录的动物 哦 我看到些东西 德文 围过去 它在哪儿 小心有水 等等 去那边了 我找到了 不是非洲树蛇 是零零零蛇吗 是吗 看起来有点像 老兄这是条 这是条 黑冠七蛇 看呐 我很少能发现不太熟悉的蛇 我从没遇到过这种蛇 所以我不知道它有没有毒 这太疯狂了 我见过无数绿色的蛇 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颜色的 它简直就是深黑色的 从没见过这种颜色的蛇在树叶间像这样游走 太棒了 有一种染色情况叫做黑化 会使任何蛇的颜色变黑 而这整个物种可能都有这种黑化情况 所以它们是全黑的 实际上缺乏任何一种绿色素都会如此 通常这种蛇都是亮绿色的 皮肤上有一些蓝色的空隙 而它除了黑就是黑 我要给它取样看看它是否被记录在案 如果它是树蛇就一定没堵 但我不认识这种蛇所以不能确定 显然你不能把第一次接触的地方想得太简单了 很可能发现致命的东西 好险 在爬行动物的世界你不了解的东西都可能轻易杀死你 它不高兴了 哦老天 它开始有些暴躁了 我要做的就是给它照几张照片 把颜色记下 再采些血样 跟我在坦桑尼亚大陆上找到的做个比较 在实验室里 DNA样本和照片可以用来和其他已知近似蛇类对比 如果没有匹配的那它就是新物种 根据不多的证据显示 这种蛇到处都有 我要取些血样 不是毒液 这样实验室就能知道它是不是新物种了 从它头的形状来看 我觉得它没毒 不过既然我不了解它 取血时还是要小心为上 我很希望在奔巴找到些不同寻常的新东西 但我以为外表看起来会是一样的 这个家伙的外表可是完全不同 希望它是个新物种 这条蛇结实有力 也很不安 这是它的心脏 很难精准扎针 我要把这根针扎进心室 这是27号的标准针 是最小最细的一种 这种蛇明显血含量不多 要尽可能少得抽取 血样要与其他蛇的DNA做比对 看它是否独一无二 如果它是个新发现 就太好了 把它保存好 发现它的意义是很重大的 如果这种蛇真是新物种 那它很可能只生活在这片雨林里 世界上其他地方根本没有 我要放这个小家伙走了 看看还能找到些什么 我要继续寻找狐福 这里是爬行动物最好的栖息地 所以我沿途也会注意其他物种 这有一条青蛇 过来看 我来 我不想伤到它 它们与非洲树蛇是近亲 来 来 瞧瞧这个 它大概是条小成年蛇 人们叫它灌漆蛇 它们会藏在灌木丛里 捕食 四脚蛇 和蜥蜴 小蛇也会吃青蛙 看到它的大眼睛吗 它们完全没有有毒器官 如果它咬了你 就会分泌血毒素唾液 这会让你一直一直流血 有点像非洲树蛇 但就那一小块问题不大 它们的身体像藤蔓一样 非常灵活 在灌木丛中爬行时 就像是闪电一样 如你所见 它的伪装几近完美 爬进树丛后 它就消失了 它们属于多灵蛇属 和非洲树蛇一样 非洲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 这里的多灵蛇属 被重新分类了 所以才有了对奔巴 非洲树蛇的有趣研究 看它的脖子 看它生气时脖子是什么样的 看它吸气吐气 有点像眼镜蛇 但不是用肋骨 而是用气 使脖子周围膨胀 显示出蓝色的空隙 这显然都是唬人的 这些家伙根本没什么毒 我抓着它的时候 能感到它胃里的东西 以前人们找到蛇以后 会切开它的胃 看看它究竟吃了些什么 但是现在我们要让它吐 只要把食物 从蛇肚子里挤出来就行了 这对蛇来说不是大问题 这样就能知道 这些蛇吃过什么了 看得很清楚 好了 一只小青蛙 是非洲树蛙或芦苇蛙 这就是它吃过的东西 青蛙和蜥蜴 是它们最主要的食物 我非常想取它的DNA 整个多灵蛇属 是奔巴岛最大的谜团 我越看越觉得 它不像是冠七蛇 那种蛇在身体下端 三分之一处有条纹 而不是绿色的斑点 虽然它们在奔巴岛 记录在案 却没有DNA 我现在要从心脏 取一小点血样 就是在这儿 这种取血方法 经过测试 安全可靠 54号现在是青蛇 就是这个 这是保存组织和血液的 有效方法 现在我要给它做一个 很小的标记 就在排泄口前面 排泄口是蛇类用来 大小便和繁殖的地方 这些是尾下磷 就是尾巴上的磷片 我们找到排泄口上方 第一个鳞片 要割下一小片 这样就说明这条蛇 已经处理过了 不会弄伤蛇 或让它感觉紧张 在我这么做的时候 它已经不会咬我了 让它走以前 我想给它的头部鳞片 照一张特写照片 我能用下你的相机吗 照一张清楚的头部照片 我们就能知道 它是什么蛇了 它看起来像是斑点青蛇 或者至少是灌漆蛇的一种 我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东西 该放它走了 看它爬得有多快 看那儿 谁是小变色龙 危险接踵而来 舒尔茨如何转归为安 千军一发之际 主人公能否死里逃生 荒野追踪 哇哈哈爽歪歪自然密码 正在播出 这只小变色龙 看啊 在这个岛上发生了两种情况 要么动物会变大 体型比原来要大得多 要么就会变小 这大概就是 喷点变色龙的缩小版本 我在不同的国家 接触过许多喷点变色龙 这个家伙看起来 可能是特别的 和蛇一样 要想知道 它是不是被记录过了 我就要给它拍照 取DNA样本 变色龙的缩样很难取到 我们通常的做法 是在它尾巴上取一小块 这样就能把DNA排序 与坦桑尼亚大陆上的物种比较了 德文你能拿一下它吗 我现在要尽可能 少地切下一块组织 但又足够当作样本 好了 它都没躲 看到了吗 这样就够了 没有冰的话 可以用乙醇保存样本 我们会排序它的DNA 看它是不是新物种 我这就让它走 继续去完成任务的最后一个目标了 那就是寻找石水果的奔巴胡斩 人类捕猎它们当作食物和传统药材 它们一度濒临灭绝 几年前野生的只剩下200只 奔巴胡斩是世界上最大的蝙蝠之一 一站可以达到1.6米左右 最近的研究表明它们极度宾威 估计野生的数量不足200只 但奔巴地区经过地方保护部门的努力 胡斩的数量已经有了大量的回升 仅这一个栖息地就有超过3000只 但是这种蝙蝠现在受到一种叫做 白鼻综合症的疾病威胁 这种病感染了北美的许多蝙蝠 造成大量死亡 我的目标是捕到一只奔巴胡斩 取样以确保它们没有感染致命的真菌 这种疾病蔓延得很快 所以如果样本测试呈阳性 野生动物管理部门就会尽快行动 保护健康的蝙蝠 通常我都是很难找到要找的动物 但很容易抓到 现在是这些动物很容易找到 但要抓到可不太容易 这里有数千只蝙蝠 你看那些树就好像挂满了丰收的果实 不过那些都是蝙蝠 每一棵树上都落满了 它们的翅膀很脆弱 很难抓住又不伤到它们 我要求助于当地老手 现在有人拿着网爬到树顶上 我会站在路的中间 如果蝙蝠飞回到树里休息 我们就能逮到一只取样了 抓蝙蝠要格外小心 它们身上带有可治人于死地的病毒 每年有五万人死于狂犬病 我们现在要等着另一组人 到树林的另一边去 从那里轰杆蝙蝠 这样它们就会飞到这边来了 哦 快看哪 个头真大 它们扇动翅膀时都能听到空气的呼呼声 简直就是树冠上的飞行伞 蝙蝠往这边飞了 那边 我在坦桑尼亚海岸上的奔巴岛 这里是奔巴湖浮 唯一的栖息地 每一棵树上都落满了 一组当地人逮住了一只蝙蝠 我要测试一下 它是否感染能杀死大量蝙蝠的疾病 这里抓住一只 小心小心火箭 它飞进了这边的一个网里 简直是太好了 我需要确保它没有受伤 问题是 虽然它们只吃水果 但仍有尖利的大牙 而且蝙蝠带有大量狂犬病菌 所以千万不要被这些家伙咬到 蝙蝠可以传染给人类许多致命病毒 甚至是埃博拉病毒 要确保它的嘴不能咬到你的肉 看哪 这就是我刚提到的牙 尽管它们只吃草和水果 依然长有这些巨大的门牙和犬齿 快瞧 你可看出来它们为什么叫狐狐 它们的脸很像狐狸 翅膀和我手臂一样长 非常漂亮 一盏可以达到1.6米左右 是世界上最大的蝙蝠之一 这些家伙只吃水果 它的耳朵听觉很灵敏 而且它们的视觉也非常敏锐 它们根本不使用回声定位法 我要用棉签擦它的鼻子 北美的蝙蝠正受到一种叫白鼻综合症的疾病折磨 所以我要检查这只看看奔巴胡服的情况如何 这种孤岛上的蝙蝠不会遇上太多新疾病 但一旦遇到它们就极易受到伤害 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如果疾病进入了这个群体 很快就会导致灭绝 从它们的遗传瓶颈看 这将敲响这个族群的丧中 90%患有白鼻综合症的蝙蝠都因病死亡 我只要取一些鼻体 一点粘液就行 好了小家伙 它并不是顶级律师动物 但锋利的牙不只能轻易咬开水果壳 还能轻易咬破我的胳膊 好了就这些 好了小家伙 好了没事了 我已经从它身上取到了想要的东西 有了鼻涕样本 现在要让它走了 我要模仿它们在树上的样子 让它倒挂在我手上 然后让它飞走 看哪 奔巴胡福简直太美了 它走了 这太难得了 从远处看着这些蝙蝠 并不能好好看它们 每一只都很漂亮 我很荣幸 可以为保护奔巴岛上的蝙蝠 做点事 这是一次史诗般的冒险 我从印度洋蜿蜒前进 至南非 看这个 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 这里到处都是蝙蝠 大象的飞结核测试是阴性的 这绝对是一生难得的经历 在未来几年里 大象无线电项圈的数据 会帮助那里的动物保护者 非法捕杀活动人未减少 但我取到的样本会纳入DNA数据库里 总有一天会帮助当局保护这个物种 免于遭到过度捕杀 实验室还在分析我从奔巴岛收集的DNA 发现它的意义是很重大的 虽然还未确定 这种蛇应该是一只的冠七蛇 但那只变色龙可能是未知物种 是个了不起的发现 胡符的样本显示 它们没有疾病 奔巴胡符简直太漂亮了 为了研究野生动物 舒尔茨随时都在和有毒的危险的动物打交道 他的行动在挽救冰威野生动物的同时 也为治疗人类的某些疾病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据舒尔茨介绍说 毒液的作用之一就是可以用来研制药物 比方说 见毒挖的毒液就能够制成非常强效的阵痛剂 更有专家推测 有朝一日 某些有毒的动物的白细胞 甚至可以杀死艾滋病病毒 好 亲近自然解码生命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约旦 寻找冰杯的野生动物 提具剧毒 凶文动物的生物样本 无时不再的挑战能否完成 寻找机朗巨星 娃哈哈耍歪歪自然密码 明天不出 直升机此刻正试图圈住象群 并把母象和整个象群隔开 这些大象对母象首领极其忠诚 所以他最适合取样本和安装无线电象圈 但整个过程都会相当危险 大象每年会杀死五百人 块头这样大的象群受惊了 能轻易地将地面人员置于死地 大夫库珀是世界上最好的野外兽医 但要从直升机上 打中一头被象群和树木围绕的 受惊大象并非一世 给大象打真金记 看起来会造成创伤 但我们的工作可以拯救象群的其他成员 领头母象倒下了 但小象不愿意离开它 在真金记杀死母象前 我们只有三十分钟 所以现在要过去 希望直升机可以下走小象 我们现在要赶过去 和着陆的直升机一起确保大象已经麻醉 而且周围没有别的大象 就在那边 那边有一头大象 而小象就在他妈妈的旁边 希望能把小象吓走 伯伦特小心点 现在我要去和大夫库珀一起对付狂怒的小象 如果不能把他吓走 可能也会麻醉他 这里有一头小象还在 希望我们过去时他愿意离开 如果没有 大夫也准备了另一支真金记 可以同时把小象麻醉 直升机在上方盘旋 以确保象群不会回来 但这些动物跑得很快 显然它们可以很快回来 此时一切都不确定 小象很害怕 不愿离开妈妈 我们即将面对重大一吨的受惊动物 快看快看 过来 那边有只小象 母象已经倒下了 我们要把他吓走 如果他要走 你要小心大夫 情况非常棘手 那是只小象 但大概有这么大 如果他冲过来撞你 简直就像机车一样 终于有些进展了 大夫过去确保母象没事 小象回来了 快跑 快 快跑 但我们靠近他妈妈 但N99麻醉技药力很 亲近自然 解码生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本期节目 相信很多人对毒蛇都是文之色变 不过动物学家舒尔茨 却对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家伙 格外钟爱 并且越是致命 越是罕见的野生动物 越能够激发他那种探险的兴趣 那么这次舒尔茨在贴近凶猛野生动物的过程当中 将会经历怎样的生死考验呢 最终他又能不能够成功的获取这些凶险动物的DNA样本 顺利完成自己的任务呢 这里是南非的金猎曲 我的任务是要在这里找到一只母象 把它麻醉后 我会收集样本 分析DNA 还要给鼻子取样 做肺结核检查 肺结核病是让南非人民很头疼的顽疾 可以在人与大象间传播 因为大象是高度群居的动物 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就可以迅速毁灭整个象群 工作人员要检测这里的象群数量 并追踪他们的一举一动 象群会跟着领头的母象 我们就需要它 仔细看 能看到一头象 但它是公象 我们要找的是母象 领头母象统治着象群 其他象都跟着它走 所以这只象说明我们接近了 但也有坏消息 当大象成熟 搞完基数会突增百分之六千 进而变得相当凶暴 所以我们现在要回去 把确切位置通知直升机 这样一生就能从空中把母象麻醉了 五年前 这附近的一位管理员被大象踩踏至死 我可不想让大象注意到我 这家伙走了 我们可以继续了 现在我要和其他兽医组成员会合 马上再回来 这位是大夫库珀博士 他是捕捉野生动物的专家 大夫请问打算怎样捕捉母象 我们要飞过去麻醉它 如果一切顺利 它八分钟内就会倒下 确保安全后 我们会通知地面人员过来帮忙 很好 希望母象被麻醉倒地后 其他的象会被直升机赶走 不过我们面对的危险是 象群会回来 这些庞然大物很可能会在取样过程中的任何时候回来 如果真经记在大象体内太久 就会杀死它 所以我们动作一定要快 大夫会在空中用麻醉枪射击 我们在地上跟上 母象一倒下 我们就马上过去取样 实际稍纵即逝 如果象群跑进没有路的区域 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大夫和飞行员合作麻醉过许多大型动物 但这工作很危险 一个月前 一位有经验的飞行员就在一次类似的行动中坠机了 我们发现下面有象群在移动 你们快过来吧 收到 我们这就过去 我们已经看到了象群 直升机已经锁定了象群和母象首领 我们走向了峡谷 颠簸的地面对我们和大象都危险 我们要行动了 这里非常颠簸 相当的危险 可以看见直升机就在那 象群就在直升机下面 我们要尽可能再快些 五分钟内到达 我们要发现负票 继续 意思的 说 语言 语言 转 用